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來先宣傳一下大師的天氣節手遊的社群 那如果大家對之後天氣節手遊有興趣的朋友們 或是觀眾朋友們 那可以先掃大師的這個手遊社群 大家一起來互動討論 那我的QR Code在畫面這邊拿自行掃一下 掃完之後呢會叫你輸入密碼 那這個密碼是3345678 是3345678 那LINE的社群是不會有你原本的大頭照的照片 跟你的名稱 然後你在進入社群之前呢 他會叫你選一張大頭貼跟 設一個名稱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那有任何問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討論 那其他的朋友們也會跟你互動 那既有加入之前先打聲招呼 那大師知道你是誰跟哪一位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影片開始吧 十字系第三章 三之一 河洲生變 得志家中生變後的夏侯儀趕回河洲鎮 就發現西夏兵在鎮上瑕齒村民 濫殺無故 今天這一集是第三章 宿命一死 三之一 河洲生變 得志家中生變後的夏侯儀趕回河洲鎮 卻發現西夏兵在鎮上瑕齒村民 濫殺無故 這 這不是阿姨嗎 你怎麼會在這裡 沈大伯 您來這裡做生意嗎 我家裡一切還好吧 你快回家看看吧 你家裡出事了 一群西夏兵把你娘嫁走了 一群西夏兵把你娘嫁走了 搞老丈也為了救你娘被打成鎮 你到底在外頭做了什麼事啊 我沒有做什麼事啊 等等 莫非 莫非賀蘭鐵喊他 唉 你在外面惹了什麼貨 我原是管不著 但別把你爹娘 和咱們河洲的鄉親 都牽連在內啊 我會盡快回河洲一趟 高老丈的傷勢還好吧 這我不清楚 不過我出門前聽李大夫說 狀況好像也很不妙 總而言之 你快點回去看看吧 我知道了 夏侯大哥 你不要緊吧 一弟 你怎麼知道 現在不是慌張的時候 不管怎樣 先回你家裡看看 咱們在世情況 從長記憶 是 你的事情就是咱們的事情 別忘了咱們是夥伴 我在西域混了這麼多年 什麼大風大浪沒有看過 西夏鐵衛軍不過 兇狠了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怪我执意要去兰州给高老丈拿药 才惹出了这些祸断 我 我对不起爹娘的养育之恩 此事乃是因我而起 就算得因此去向师兄求情 我也一定会帮你救出令尊令堂 向侯老弟 我们进去看看吧 保不起你爹娘给你留下了什么东西 哎 这里有一个黄色的包裹 这就是当年爹娘捡到我时的墙包 我所听的说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懂得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都怪我 这不是想得到 有什么样的 你也不懂得赞 订阅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你不懂得赞 订阅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 不易在回城途中,鱼珠树下识获一个还在墙堡中的婴儿。 我和鱼妹结离已经十年,至今未遇一子,她的心情我自然明白。 只是这婴儿墙堡里的一封流书,始终让我心里有些在意。 依这刘叔所言,孩儿被抛弃荒野的原因,是因为她是生识不详的邪义之子。 可是墙堡里的孩儿如此纯真可爱,又有谁会围着信中之眼所动? 也罢,这就是咱们和这孩儿的缘分。 是凶事出生也好,是命宿协议也好,费碧就没有解救之道。 如果将来真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我们夫妇命中注定的运输吧。 不祥之子,真的是因为我给爹娘带来了凶运吗? 我家的身份也好,我太习惯了。 我家的身份也好,这也好。 你去看看,我把大家要在这儿时尝一摹, 我们来看看我看我。 我去看看我。 各位官年 饶命啊 嗯 你们要干嘛 夏侯仪 你以为你多了几个同伙 就能逃出老子的手掌心吗 来人 快把他们包围起来 我爹娘是不是被你们抓走的 快把我爹娘放了 饶你们不死 少废话 我等是奉贺兰大人之命 拘拿要犯夏侯仪 赶紧速速投降就寝 给我们去肃州食堂 哼 想抓我们 你们还欠点火候 大家先救救各位乡亲吧 不管怎样 此事都与河州政的邻里无关 哦 这边没有语音 哦 就你们几个小鬼还敢万图抵抗 来人啊 全都给老子一起上 您实在是可恶 竟然绑架无辜的村民来威胁我们 都是我忍的货 都是我害了乡亲们 啊 高老丈 我们快去看看高老丈吧 阿姨 你总算回来了 高老丈 对不起 都是因为我的缘故 老丈才会 阿姨 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你是个好孩子 这只能算你运气不好 招惹了那些凶神恶煞 我自知大献已到 但没看到你平安无事 总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下总能放心了 我枕头下有柄紫金剑 是我年轻时使用的兵刃 虽在一战中被对方的神兵所伤 但修好之后应该还是柄不错的剑 你就拿去用吧 老丈 您先别说这些 阿姨 从西夏军手中营救你爹娘绝非一时 如果这非你所能 那就忘了他吧 阿姨 好好的活下去 所以�上属于寻吾属于你的天地吧 老丈 老丈 老丈没办法再照料你了 老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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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善后大哥 老赵 我不会让您就这样枉死的 这柄此今戒 就是此仇之政 我不但要去宿州救出爹娘 还要提了贺兰天罕的人头 到您的墓前拜祭 要营救爹娘 抱高老张的仇绝非一事 到时候还请大家助我一臂之力 好 咱们快赶去宿州师塔救人吧 宿州之行 宿州之行 险下还生 前方有杀魂雾 大家小心 哈哈 让他们试试我成枪的厉害 三个 好普通啊 这个 哇 然后可以再移动 然后 韩清秀 直接攻击 嗯 嗯 没有我想象中的强诶 有点失望 烈士 是 三只二 血淋神猪 在两周打散到阿琳的消息后 下午一趕往山墨 没想到绑架阿琳老太婆 我竟然是 咦 前面的人影是 阿琳 我总算找到你了 快从那个老太婆身边逃开 她是要害你的妖怪 不会 不会呀 高奶奶对我很好 她称赞我 是乖孩子 阿琳的眼神不对劲 难道是中了什么迷心邪术 妖孽 快解了她的迷神之咒 不然 休怪我对你不客气 下来 看来你什么都知道了 快把这小鬼捡去的血淋神猪还给我 不然我先宰了这小鬼 然后再收拾你们一会儿 血淋神猪 就是这 颜色乱七八糟的小石头吗 看起来半点都绵不服食啊 你懂什么 我为了抵挡一个臭侠式的袭击 我耗尽了神猪里积存的血气 神猪才会变成那个样子 跟你啰嗦什么 快把神猪交给我 不然我叫这个小女孩 立即变成死小鬼 他拿暗铃的性命要挟 这下子该如何是好 别乱来 我把神猪给你就是了 总算把神猪拿回来了 等我多吸几个倒霉鬼的血气 不足元气 再回去找那个臭侠式算账 站住 你们这就想走了 差点忘了 你们不就是县城的补品吗 就由你们救助我恢复血气吧 露出原形了 来吧 阿灵 你先回村里 这里交给我 真是不自量力的小鬼 我修炼百年 岂会怕了你们不成 你就好好跟我的蛇子蛇孙们玩玩吧 我竟然会输在你们手下 我不相信 好之死不认输的蛇妖 这下子总算不能再为恶了吧 从他身上掉下了什么东西 血灵神猪 这也算是意外的收获吧 沙漠毒物 应该只一般的战斗而已 前方就是苏哲成了 这都是些什么毒物 公主莫怕 请退到我们身后来 咱们抓紧解决掉这些毒物魔仙 然后进城 三之三 喜下公主 观念花落之下有道解 鞋子坏主女子 路径不平 只能做事不管 诶 这前后顺序是不是点击倒了 通知 海鲜子坏主 那几次 次 算了 三 我们 到 你 就是 伏兵 只能换条路走了 大胆匪徒 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拦阻本公主 还杀死本公主两名心腹随从 你们到底有何居心 公主息怒 我们想要劳驾公主跟我们走一趟 只要你乖乖跟咱们走 保证不会动你一根寒毛 你们胆量可真不小啊 在这之前我倒想问问 你们绑架本公主到底有何用意 咱们兄弟缺钱用 想拿公主大人跟大王换点灵用花花 公主大人莫怪 寻常盗匪会知道本公主微服的路线 我瞧你们的谈吐举止不像强盗 倒和大厦的军兵有点相似 嘿 这沙漠热不可当 想必你是被晒昏了头 自个儿胡思乱想起来了 咱们这就接你回去 委屈你待个几天吧 是吗 我倒想看看你们有没有胆量动我 嘿 不愧是咱们大厦国声名远播的银川公主 既然如此 那咱们只有得罪了 大胆倒匪 你们想对弱女子干什么勾当 这位公子 你是 小子 别多管闲事 小心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少跟他啰嗦 先杀了那个小子再说 姑娘 战阵凶险 请你先躲一躲 我看你能躲到哪里去 可恶 居然在这个时候崴了脚 关键时候腿却不听使唤 不 我 这 我 我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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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弄枪上倒颇有些张法 似乎不像是寻常盗费 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假扮成这个样子 哎 这个带头的家伙身上有一封书信 书信 信里面写些什么 抓到他之后 千万不要伤他 以迷药迷晕之后 立刻带回宿州石塔待命 不得有误 咦 宿州石塔 不就是贺兰提罕的根据地所在吗 你知道贺兰提罕 是啊 他和在下有些过节 话又说回来 不知这批人为何要勤补姑娘 姑娘于此可有所知 嗯 这我也很不明白 既然少侠也想找他算账 那不妨我们一起去宿州向他问个清楚 啊 可是贺兰提罕在宿州不有重兵 姑娘您怎能 只要你们乔装成我的侍从 进宿州便绝无问题 那贺兰提罕就算再大胆蛮后 也不敢工人对我怎样 我们正苦无计宿州之法 既然姑娘有此自信 那就姑且一事吧 游闯斯塔 重人装扮成公主的侍卫 却在宿州城门受阻 消予一行游闯斯塔 站住 赫兰将军有令 现在凡事进出宿州人岛 需先验明身份 方可放行 哼 宿州何时成了贺兰提罕的领地了 不过让他在这里盖了间铁卫军师塔 他就得意忘行了 大胆 竟敢对贺兰统领出言不逊 这女子心怀不轨 我瞧 先把她拿下来再说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再不报上明来 我身后的铁卫军可不是吃素的 看来铁卫军横报之名果然不假 你们要拿我吗 我乃大夏国迎川公主李迎凤 你们可认得这令牌 啊 这 这是大王的金雕铁令 你是 公主殿下 属下有眼无珠 对公主出言无礼 罪堪万死 望公主殿下开恩赎罪 哼 我对治你们的罪可没兴趣 我要见的是你们的统领 你们快去安排 不得有误 是 请公主先随我们到石塔中等候 三之士 不共戴天之仇 赫兰天亚竟然做出这种事 下回其会上罢甘休 特地前来 赫兰铁汉 未得通报 有失愿赢 还请公主 恕罪 赫兰将军 这回我本是代替 父王出使沙州 对曹太守 表达 轻善之意 不过 父王听闻 你的铁卫军 在这一带 恶名远播 要我路过 宿州之时 顺便查访一下 赫兰铁汉约束属下不力 招致民怨 有损大王及大下声名 还请公主 与大王降罪 我替父王出使 日期路线 本是谁都不知道 但我却在宿州城北 遭一群假扮的强盗 袭扰 假扮的强盗 启禁殿下 甘肅两州生活艰难 许多游民就靠大劫为生 遇到强盗并不稀奇 不知殿下何以认为 他们是假扮的 那批盗匪身上 带着一封书信 严道在得手后 把本公主送到 宿州石塔云云 天下岂有这种强盗 赫兰将军 苏州城铁卫军石塔 可是你的大本营 你说他们 是要把本公主 送到谁的手里啊 更妙的是 我瞧那书信的笔记 龙飞凤舞 别有一番草莽刚进 看起来和将军 你的笔记 倒有几分相像 安排了那么多人马 没想到还是失手 吓死你 除了 我十足 再厉害 也对付不了石塔里的整队军兵 如果是我们呢 贺兰天汉 报天能还来 是你 糟了 来人啊 把他们给我堵住 不许他们离开房间一步 说起来夏侯小子 你能从河州顺利来到宿州石塔 这是大出案意料之外 少废话 快把我爹梁交出来 否则 我就把你埋在沙漠里喂兔鹰 老虎不发威 倒给你当病猫了 不知死活的小子们 让你尝尝俺认真起来的厉害 要比枪技的话 由我古伦德奉陪 贺兰统领 您还是爽快的把人交出来吧 是啊 快把夏侯伯父 下侯伯母还来 不然我们痛痛打你一顿屁股 这人明顽不灵 想是不会听劝的 唯有心以武力擒服他 再慢慢逼问便是 就这么办 咱身为堂堂铁卫军统领 岂会怕了你们 先分出个高下再说 给我杀 来吧 敌人的数量众多 我们要小心行事 传一命 得力 一帝 他没找出埋伏好了 怎么速战速决 没有跟他们纠缠 快说 我爹娘究竟在何处 没想到你竟然还能使魂的动银川公主殿下 竟还伪装成了他的侍从一路跟来 别废话 快说 我爹娘呢 说明白我爹娘在何处 我给你个痛快 按赫兰铁汉 乃大夏之臣 生死也不得你来定论 按赫兰家族之事 一帝 他在拖延时间 等待石塔机关启动 好逃离此处 聪明 竟然被你们发现了 不过 晚了 夏侯小子 你还是去西天找你爹娘去吧 这里设置了翻版机关 赫兰铁汉就在一墙之隔 可恶 我定要去抓他 一立且慢 此塔内必定机关重重 要去抓着贼人 想必得花些功夫 风姐姐说的是 这里可是赫兰铁汉的大本营 咱们有如共中之别 即使不为问爹娘下落 没经之计 怕也只有设法抓到赫兰铁汉 以他为人质才能逃离此地了 夏侯公子说的是 那我该怎么帮你 殿下 你什么都别做 在这房里找个地方躲着就好 躺着我们抓到赫兰铁汉 自会来此和你会合 除此之外不管谁来都别现身 知道吗 嗯 我知道了 你们可要多加小心 多谢殿下关心 我们会快去快回的 给我们下车 请不吝点赫兰铁汉 从王拜扣 李元昊 燕铁不查 赫兰铁汉将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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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的啦 趁着他们受伤之际 赫兰铁汉将如何给我拿下 是 总算又闯过了一关啦 赫兰铁 好三之五幽黄之夜 沙姆四母 沙护四母之潮不共在天 杀了他杀了他 好小子 没想到你们能撑到现在 不过一切就到此为止了 你们猛想活着离开 速召斯塔 传逆兵 骑骨 遵命 不好 如果传逆兵极强的骨 肯定会有缘性赶来 我们得阻止传逆兵 哎 没关系 还有 赫兰铁汉 荒姆爹娘 下猴小子 算 算你厉害 可惜 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你的爹娘早就归天了 什么 你帮我掂量他们怎么了 你帮我掂量他们怎么了 不是我想杀他们 是他们耐不住拷问 哈哈哈哈 小猴小子 或许你娘说的没错 一切都是因你而起 你就是个灾心 你说什么 有种的再给我说一次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先看看自己的处境吧 糟了 该不会 我已经让铁卫军围住了石塔 各个张弓被弩 活使上弦 全都对准了这里 塔底也都堆满了木材 如果我们要活着走出这石塔 他们就会放火烧塔 你们就算再厉害 也差吃南非 这一招本来是备而不用 没想到你们竟然如此厉害 所谓有备无患 成为治理 一帝 咱们只能先求全身而退了 此仇可来日再报 但若他们放火烧塔 只怕我们全都难逃一劫 哈哈哈哈 夏侯小子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 今天就算是不分胜负 乖乖的带我出塔吧 赫兰铁寒 你这卑鄙无耻的畜生 我才不管这些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怎么 你不在乎这些伙伴的性命了吗 就算你豁出了性命不要 难道 你舍得拖他们一起葬身火枯 我的头 我的头好痛 你 不 我要杀 让我杀 让我杀 让我杀了他 熊熊幽黄 从夏侯仪耳间并发而出 苏州史塔化作一片废墟 夏侯仪从昏迷中梳醒过来 来到渣里的房间之中 你一个小女娃重臂簇拥 微精正做的样子 实在是太好笑了 哈哈 一帝 这样 这样很失礼的 没关系 你会觉得很奇怪 是因为你不晓得我们神雀公的遗归 我们神雀公是以祭魂转生之法 相祭公主之位 当每位斋女自知行将离世之时 便挑选具有自知的女童 行祭魂之仪 将前代斋女的建立学识 尽数传给继任者 我身为神雀公第十三代斋女 虽是个小女王 但我可是十二代斋女 冤之博实的继承者 今日是因为与你切身相关的大事 特别在此升座 你可明白 听你这般说话 的确和一般小鬼头大大不同 不过所谓与我切身有关之事又是什么 别把本公主当作一般的小鬼头 言归正传 夏侯仪 你可知道那日在宿州 铁卫军石塔发生了什么事 铁卫军石塔 我恨不能把贺兰提喊碎石万段 只觉气血上冲 鹅上一阵热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时你鹅上的印 与心中狂怒相应 化成天火般奔驰幽黄 从你身上迸发而出 将整座石塔焚石殆尽了 我事先粘出你们将有此难 敢去以神分将幽黄挡住 不过你的幽黄威力实在太强 我只来得及以盾位之法 将塔内诸人尽数移出 才保得大家平安无事 那就好 那幽黄是什么 我竟然有这样的力量 为什么 还有我鹅上的印记又是什么 幽黄 原是与你的魂魄共生的力量 只是历经转生的你 早已忘了这回事 千年的时光尘封了一切 如今又将随着那烧尽石塔复生了 被过去的你搅乱的石仪与天命 仍需由你之手来做个了结 夏侯仪 你真正的命运 现在才刚要开始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如果你想告诉我命数 难道不能说清楚一点 天机不可泄露 现在一切都还不能告诉你 不然就会违背了天地造化的自然音律 真正 你这信口胡说的小鬼头 说这一大票虚无缥缈的鬼话 我的前生命运云云 不劳你操心 告辞 一帝 先别想这么多 听当地人说 谭家铁铺手艺了得 说不定能修复你的紫禁剑 我们不妨去看看 谭老前辈 我手里有一把紫禁剑 可惜经年破损 还望谭前辈能帮忙看看 紫禁剑 让我看看 好剑 待我将剑身烧到红热之后 重新斩烟不断 补及缺口裂缝便可 多谢前辈 黄府宝主 夏侯小子 好久不见 生妹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三师兄 我 我总算找到你了 我无论如何 想见你一面 或许 我能帮你 给我回去 这大漠充满凶险 你要是有了什么万一该怎么办 我眼下还有要事要办 此刻只怕无暇和你叙旧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老板 您可知那位皇府兄 急着要去何处 他和中原来的那些侠客一样 都往高昌古城去了 高昌古城 那你出了什么事了 高昌古城 原本是天山北路的小国 他在千年前神秘泯灭后 就像埋入荒漠底下似的 连经过那一带的商队行旅 也时常无故失踪 几天前 有个盗墓贼 从那里逃出来后 描了地图 那些中原侠士得知后 硬向我买下那张图 那地方我也听过 据说四周的荒漠 被海市蜃楼的幻象包围 只要一进去 就永远走不出来 你们若是想去 只需由沙州城一路向北 那古城的幻象似乎十分厉害 你们要多小心些 多谢老板关心 我记住了 顺道问一下 可否向您打探 有关楼兰古物和盗墓贼的消息 这可不行 我答应过要保守秘密 不过 若你能把我弄来一件 叫做猪焕神镜的宝物 要找那家伙的事 就好商量 我明白了 我们尽力便是 风姐姐 咱们这就前往那高昌古城吧 要追上皇甫兄 我想现在还不迟 望到我 若你能把我弄来 尽力一点 我记得 我先说 却不能把你促进 反正的 武器 你感觉 想到 房子 那么 因为 我 这都 他的 我 他 有 他 有 好 欺負民陣 速成北斗 欲騎則膩 縫偶並右 始終方圍 由隊破陣 正確地走出那個民工 一個地圖的話 怎麼應該到高崇古城入口 莫非這裡 這根呢 屍體 咦 她懷裡的布上好像用黑灰寫著什麼 這方圍之鎮長踏北斗 其奇異之處在於其逆步反雀 機偶分行 要決是逢姬則反 逢偶則右 始終方圍 呈此七步後 由隊破陣 一擊 先由坎瑞 所謂方圍之鎮 就是會讓人走回原地的迷鎮 唯有依序朝各方位行走 這位前輩只說清楚過陣的第一步是朝北 最後朝西 剩下的只怕都在 述城北斗 欲姬則膩 逢偶便右 始終方圍 由隊破陣這五句話裡 嗯 城踏北斗 那就是說一共要走七步 先由坎衛 也就是說由北開始 走過七步之後 由隊破陣 也就是在最後走西方離陣 不管怎樣 先走走看再說吧 我悟出來了 所謂城踏北斗 是指出破陣陣共須走上七次 欲姬則膩 逢偶便右 則是指欲姬數次便倒反方向 欲偶數次則右轉 而從第一次朝北走來推敲 前六次應是北 東 西 北 南 西 而根據最後一句始終方圍 因與北相反 一擊往南 由隊破陣是指踏破這七步迷陣後 再朝西走出迷陣 不愧是智技百出的風姐姐 咱們這就再試一次看看 北 東 西 北 南 西 南 好 再來是右 然後再往左 喔 那邊 那邊 下猴大战 走西方迷陣 前面應該就是高昌古城了 我們快過去吧 太酷了 通關不能幹嘛 只是一個小小劇情 沒辦法刷那個無內的材料 這是一個小彩蛋的概念而已 好 最後一個346高昌古城 不 總算通過令人迷惑的方圍之鎮了 這裡應該就是高昌古城了吧 奇怪 前面的中原武派好像發生了口角 咱們可是為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這裡 倘若又擅入那方圍迷陣 可未必能再走回這裡 走不回來便走不回來 那又如何 若非當初聽了你這婆娘之言 老子也不會巴巴趕來這死人城送命 反正是不能生離此地 那麼死在泥陣裡 也沒什麼差別 是 周師兄 當初聽到這古城之事時 是誰當場眼亮嘴閒 直催著要來斬伏妖孽 唯恐辣人之後的 要不是如此 我們大家也不會這麼匆忙 就決定趕來這裡 嘿 你講詞多理 你想打架嗎 老子現在別的沒有 火氣倒是很多 好 周崇 別碰我娘 玄兒 你怎麼來了 這地方來不得的 你們怎麼穿過前面那風靡陣的 是夏侯大哥參透了前輩留下來的遺書 是夏侯大哥參透了前輩留下來的遺書 一路領著我們走進來的 娘 大夥都沒事吧 大夥倒是沒事 不過現在這裡動彈不得 所以盡量損結涼水 只怕還是挨不過幾天 唉 你們挑這個時候來 真是再糟不過了 慕容冠主 看來你們已經來了好幾天 不知此地的情形如何 外頭有迷震是自不代言 而且這古城裡 到處有妖魔出沒 地下的通道裡也被人布了迷震 我們曾數次入內沖殺 但總是莫名其妙地繞回了原路 無功而返 這樣看來 倒像是有人在此設下陷阱 等著我們來自投羅網似的 但是 這迷震規模非比尋常 到底有誰能做出這種事情 這對頭似乎並非我族 而是盤踞在這古城中的妖魔之屬 專以現著的過往行人為實 這妖魔 應是躲在被迷震所護的地下某處 除非除掉這射下迷震的妖魔 否則 這幾個子 你先說 你 坐下 你 坐下 你可以去測試 我先在這裡 那是 你自己去測試 你還去測試 那你去測試 不然 我已經在這邊 有些人 胖 當初在盤沙堡門口就到你們是奸戲 果然你們跟盤沙堡眾蛇熟一搏 把我們當猴耍 我們和紫雲共同沒有任何仇怨 州長們為何處處刁難 你在盤沙堡打傷我門人的事還沒完 今天心仗舊仗一起算 死云派 空同派的人 出来 周崇 朱浩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乳秀未干的臭小子 还敢来叫嚣我们 今天就替你爹娘教教你们 什么是江湖 这个套路 你不得了 这种想法 人家在哪里 你不得了 我死 你不得了 把人家逼责 那我来说 你不得了 究竟能不能走到那 水啦 不然要没死在里面 也是被迷阵送回这里 我们就在这里守株待兔 他们逃不掉了 他们似乎没追过来 我们先歇一歇吧 前面的那个人影 看起来有些眼熟 杨凶 光凭迷阵借障 就能使地下错乱至此 这应非凡人之能所为 嗯 有趣 有趣 啊 是小师叔 怪不得我刚才没看到他和娘在一起 原来又一个人跑来这里 封姐姐 古大哥 这位是我的小师叔杨雨佐 当初我们到盘沙堡就公主时 就是他帮我们弄到进地下密道的钥匙的 原来是杨凶 蒙你出力营救公主 天窑派风铃声在此带神雀公向你致谢 杨凶 眼下五派被困于此 这样拖下去绝非良计 我们虽想冒险一探 但对此地的情况尚不熟悉 杨凶对此是否有所了解 如你们所猜的 似有某种妖魔盘踞于这古城地下 封闭城外和地下的幻障都是他的杰作 这里有地下的入口 里面原是地窖和廊道 但现在都被强大的逆元幻障扭曲隔断 变成大批毫无章法的片段通道 此外 这城中还有大量的妖魔横行 甚是危险 你们务必要小心 多谢杨凶提醒 我们必定谨慎行事 好那优宠幻间路第三章树密伊石 那我们就这边的剧情就到这边告一段路了 然后唯一有趣的就是欺慕迷阵 那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是给老玩家体验一下 当初在去高山古城当中有一个迷宫 不是迷宫啦 迷阵啦 当时的迷阵 那希望观众朋友会喜欢 有什么话就是第三章这个 所有版的剧情表现啦